Hi, 欢迎回来一千万八的频道 无论你是崇尚简单主义的车主 什么都不想加,简简单单原装的就可以 又或者是喜欢将一部车个性化 释放一部车的性能 总之是新车主,我都会介绍这件配件 就是个行李箱箭 今次介绍的是Jover立体防水行李箱箭 包括车头行李箱、车尾箱和底下的储物空间都有保护 另外今次又有Giveaway了 记得留意片尾,鹽转配件系列来到第27集了 在之前的26集,我们已经介绍了总共80组的配件 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上面 又或者下面的Description 里看回 这个Video 我们会有开箱、安装、用家意见和购买方法 今次这个纸皮箱比之前的Jover地毯盒小一点 高度未到腰 看回包装 有没有像上次地毯般在盒子已经看到有些特别的设计 大家还记不记得地毯的摆遮位呢? 在盒子的设计已经有启示 不过今次就好像没有了 看回旁边的详细资料 这次开箱的是Model 3的版本 Jover未来都有Model Y版 记得要留意他们的官网 这里就说了它里面有三样东西 车头双战、车尾双战和底下的储物双战 与其他大部份的Jover产品一样 它有四年的保用 这些就是他们的品质保证 打开箱看到有三样东西 除了车尾双战之外 其余两件都有一个透明胶袋包着 首先看看车头双战 有张Jover标指的纸牌 还有个金属扣 一会儿我们会再说 快箭与之前介绍的Jover地毯的材质和纹尼都是一样的 大斜纹 细体还有些打横打直的粒纹 都会有做高度 如果倒写了东西都不会那么容易拿出来 还有就跟地毯一样闻不到任何的胶味 看回国购 其实是用来勾住底板的皮圈 方便去扣起拿下面的东西 造工就很好 上面有Jover的标志 它做到有少少的方形 原装皮圈用外了都不会担心变形 够细心 其余两件的设计款式都是一样 直接做个安装给大家看 打开车头箱 简单放个占内就可以 不用说要什么定位 我自己就觉得不错 边位高度都够的 挺好看 去到车尾箱了 首先看我原本淘宝那张 这只的表面是皮质材料 当初打算CarCam的时候 睡上会舒服点 不过其实都会用催气床扇 所以就不适合 另外因为它本身比较远 所以它的底部 全张都用了魔术贴去定位 否则拿出来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走位 还有旁边左右这个位就抄了 因为要到底部拿东西的时候就要抄起它 放回去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不合位 有阵时还会夹住 用久了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拿走原本淘宝那张储物箱线比较下 淘宝那张都是抄原装的款 其实JOVA的斜纹款在清洁完之后 挂起它是会容易腺水一点 我都不记得了在上次介绍地毯的时候说 现在提回了 不过除了pattern不同之外 其他分别不是很大 淘宝的边位做得比JOVA再高一点 安装跟车头双线一样很简单 就这样放下去就可以 不用定位 大小刚好 边位做到塌塌塌 好弱 接着就到车尾双线了 要拿走原本淘宝那张 你见到要撕出来的时候都挺辛苦 其实放上去的时候就更麻烦 因为底部整张都是魔术贴 要慢慢量位 所以放了之后都没试过拿出来做清洁 你见到都很大层 JOVA这款有几个好处 第一它整块胶放上去就不会走位 又可以防水 这样就不会减低之后要拿出来清洁的意欲 第二它不止布质又或者仿佩 要清洁的时候就这样整张拿出来用水淋就可以 简单方便 第三它有个开位给你去拿下面的东西 其他牌子包括原装那张都没有这样的设计 安装就这样放到最入就可以 旁边这两幅下面有魔术贴 按下去就完成了 中间仍然可以捞到皮圈 不过当然用它送的扣 不用的时候放下它就可以 够完简洁 要在下面储物箱的时候 用手指勾住扣 拉起就可以 左右两边就会仍然黏住 用圆放下再按下扣 不错 另外它在左右的这个粒位 可以放回JOVA的LED自动感应灯 如果在夜晚要开尾箱 一开就会自动着灯 照明之余又英俊 JOVA的产品设计和品质一向是不错的 所以价钱不可以与淘宝货来比 它们的设计很多时比原装更好 好像这个行李箱战那样 价钱比原装便宜 还多了车头箱和底线 我就会推介给对品质有要求的车主 不过我发现有个小问题 就是拉起尾箱的时候 有时会卡住我的尾箱金属盖 不过老实说 这个也不算JOVA的产品设计问题 我自己拉上来的时候 向车里面用力就可以解决到 如果有兴趣想买JOVA的行李箱战 暂时只有Model 3的版本 以我所知Model Y好饭就有 已经将购买连结放在Description上 又或者Scan这个Q-O-Code都行 记得埋单之前输入1000PAPA 会有5%的折扣 今次又有Giveaway了 多谢JOVA提供产品 就是这支价值$20的LED自动感应灯 其实就这样放在家也挺好看 参加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答对问题 就是在前几天发布 YouTube唯一的360玩尽香港水上乐园的影片里 我们第一样玩的设施英文名是什么? 提示是V字头的 还在下面留言你的答案 我会在9月18日晚上十时证抽出一位幸运仪 到时在Description中公布抽出结果 我会用email联络 之后再亲自送来给你 到时我们再拍照做的留念 Giveaway就只限香港地区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Video 如果想继续支持1000PAP的Channel的话 记得CLS Comment、Like & Share 留言、点赞和分享 好了,今次节目时间够了 下次再见 拜拜